你有內魔法簽名嗎? 他做完之後 他就說 這是你的粉絲然後要簽名 我想說 我剛剛脫成那樣 許光漢脫衣SPA竟被粉絲要簽名 突然邊又席台和友誼私下交情 工作滿檔的許光漢 經久違的現身台灣活動 今天早上就覺得 謝謝我在哪 回去的時候我覺得那個 感覺很不像我家 就是有點很不太熟悉的感覺 多久沒有躺在這裡了 一個月了吧 需要花時間適應一下 半年就 對啊 才是大家看到的這幾部作品 然後還有 戰狼本曲 就是滿屋裡頭的一個 清淨喜劇 之前也有拍攝文幾部電影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近期許光漢在韓國 和趙政修李光珠合作的韓劇 無路可逃也即將上線 因為自己也沒有演過啊 就想說可以去試試看 而且又知道 韓國的第一次拍攝 然後我也很想要在那邊工作看看 是一個 喝什麼樣的體驗 這樣 拍戲其實 大致上來講 都大臣相異 但是他們 真的會比較工業化一點 然後比較 細緻 比較專業 可是我覺得那個專業程度 不太一樣嘛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每個會很細緻 這個要拍什麼 就會有一個 SOP 因為那個時候 T感好像是 -21度 所以 真的 很冷 因為有幾場戲 也是要在 可能 類似有一個湖邊 然後 晚上拍 那個時候也是冬天 也是非常冷 然後又要拍打戲 所以就是 有時候熱身起來 但 換另外的鏡頭的時候 又要等 然後等就冷 又流汗又冷 就會有一種 這樣的感覺 這個時候就是覺得 拍完很累 但是 回去之後 因為皮膚太乾了 所以就會用血髮血髮 我還會去做過他們的那個 SPA 他做你臉的人 他手又抖 他做你吃都不夠了 一開始其實不知道 但是他做完之後 他就說 我是你的粉絲 然後要欠你 我想說 你 脫 脫成這樣 脫 脫到什麼程度 沒有啦 就是因為 正常按摩 不就是 要脫上半身嗎 就是 這樣他兩人比較興趣 在韓國也超愛光漢 之前韓信沒有 席來台見面會時 還特別送上花欄 兩人私下關係 也被放大關注 之前有吃個飯 因為 彼此有共同認識的工作人員 他們就說 那不然就一起吃個飯 那你們見面的時候有說 我們是同一天生理這樣 有提到這件事了 還蠻開心的 太快了 太快了啦 太快了啦